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江省绍兴县官方微博绍兴发布表示 本月8号下午5点钟 航永运河上的运河桥拱桥发生局部的坍塌 断掉的桥梁压住了一辆货车 当局称无人员伤亡 施工单位是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坍塌的原因还在调查 绍兴市应急管理局表示 初步研判应该是工程指标问题而导致的塌陷 这个拱桥属于绍航台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是绍兴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工程 中国网友文迅纷纷留言批评 又是豆腐杂工程 也有网友庆幸还好垮得早 若桥梁通车后才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请看另一则消息 四川成都四十九中一名高二的学生林维奇 于母亲节这一天5月9号下午5点钟到学校 他的父母在9点钟接到学校通知 儿子已经死了 校方简单的告知死因是从楼道坠落 但是家长全部被拒在校门外 拒绝父母查看监控 并在第一时间遣散了班里的所有学生 并警告他们三检七口 孩子的父母从警方口中得知救护车 在8点30到学校时 他儿子已经停止了心跳 没有去医院 直接就拉去了殡仪馆 心急如焚的父母报了警 警方说会介入调查的 让他们等 他们第一时间求助各路媒体 大家大致听了一下事件 都表示无能为力 不敢发声 甚至有媒体表示 背后的水太深了 让他们别浪费力气 这对可怜的父母说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好公民 相信政府 相信党 到现在儿子没了 却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像一个哑巴 现在竟然听说学校已经想好了对策 舆论不怕 法律程序更不怕 随便我们怎么闹 就在老朱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看到了世界的最新发展 许多群众在学校门口支持死者的母亲进入学校查监控 但被大批的警察阻止 最后母亲被警察抬进了保安亭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状 适合每一个中国公民 包括天天喊着爱党爱国的粉红们 再看一则财经消息 据比亚迪股份在香港披露的季报显示 比亚迪股份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09.92亿元 同比增长108.31% 政府补贴4.43亿元 大家听出来了吗 没听出来的再仔细的听一听 我们下面看国际新闻 美国海军巡航卷 以5月6日至7日在北阿拉伯海国际水域 从一艘无国际的船中拦截了数千枚 包括制导导弹在内的非法武器 包括先进的俄制反坦克制导导弹 和中国的五六型突击步枪等一大批 请看视频 新闻乱播播完了 下面是历史上的今天 要想知道历史上的今天发现了哪些大事 请您来看老猪说故事 今天是11号 但是在中国却是12号了 2008年的5月12号 四川文川发生了8.2级的大地震 震惊了世界 震痛了中国 13年过去了 但是灾难带给人们的悲痛 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永远不会消失 虽然中共在当时就因为 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三个月 就竭尽全力的对地震报导实施全面的控制 掩盖真相 过后又强奸民意 抓捕有正义感的人士 但每年到这个时候 许多人也在为正义而发生 但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今天老猪借的这个平台 我们向文川地震后 中共的种种表现 发出十个质问 由于时间的关系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就先发五个质问 第一 为何中共隐瞒地震的预警 在地震的前几天 地震的重灾区阿坝州 盛传将有大地震发生 在地震征兆和传言面前 中共不仅不采取措施和观测 还四年要清查谣言的来源 大力辟谣 地震前两天 纸品铺水库降低水位 温家宝在地震后不到1.5个小时 即刻动身前往灾区 说明了中共对此地震是有数的 历史上灾后中共官员 从来没有这么快到过现场 第二 文川大地震到底死了多少人 中共民政部2008年的报告说 截至2008年的9月18日 文川大地震已经造成了 69,227人遇难 17,824人失踪 地震近一年之后 文川地震在四川共造成了 68,712人遇难 17,921人失踪 而关于学生遇难的人数 当局给出的最终数字是 学生死亡人数为6,376人 失踪1,274人 埋在倒塌校舍中的1,107人 加起来一共是8,757人 然而民众认为 真实的死亡数字 远远不止官方公布的数字 比如根据官方的记载 文川的应修镇 户籍人口是6641人 但实际上人口超过了1万多人 5月13日 中央电视台报道 应修镇只剩下了2700人 却刻意不报 应修镇在地震前有多少人 四川有个巴蜀同盟会 是个民间的组织 他们公布了自己所调查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 初步估计死亡人数约30万人左右 学生至少死亡人数在3万人以上 巴蜀同盟会有一个天联部 地震发生后 天联部的大学生、中专生 还有少量的高中生 深入到灾区进行统计 从整个灾区得到的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 这个数字的误差不会超过5% 第三 为什么对维权者赶尽杀绝 六四天网的扛办人黄奇 在正后曝光了正区 因为十几处豆腐杂工程 致使中小学生被埋在废墟中 被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刑三年 2016年11月又再次遭到抓捕 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郭全 撰文批评四川灾区学校的豆腐杂工程 结果被控告有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判处有期处刑十年 四川的作家谭作仁也在文川地震后 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杂工程 并收集正后遇难学生的名单 之后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有期处刑五年 以上三人揭露了学校的豆腐杂工程 就成了泄露国家机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由此看来豆腐杂工程就是中共的机密 就是国家的政权 还有许多类似的维权人士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列举了 但是越南学生的家长 后来都有一个协议 如果签字放弃追究 并且感谢党和政府对抗政纠灾的努力 卫文金就从四万变到六万 第四问 为什么阻挠外国救援队进入 大家都知道地震后的72小时 被称为黄金救援的72小时 许多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等国的救援人员 受阻于香港 超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的时间后 也没有让进入中国 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救援队 都是超过72小时之后 才被允许进入灾区的 结果就是救人的队伍 只能起到挖尸体的作用 日本队就没有救过一个活人 很多人哭着回日本 更加过分的是 对一些国家派出了救援队 中共还安排一些人 检视他们的救援工作 说是担心这些救援队 吃贪中共的情报 为了阻止事件的关注 中共在政治上做文章 中共官方最初的发布为7.6级地震 之后修正为7.8级 5月18日确定为8级之后 又修正为8.2级 而根据四川电视台新闻资讯频道报道 四川省地震局最初发布的数据为8级 可见中共一开始就撤到了8级以上的地震 后来实在是瞒不住了 才慢慢的修正到8级以上 第五问 豆腐烧工程是造成大量学生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有处理了几个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人呢 曾经有上百名都江院学生的家长到当地法院去示威 投诉学校质量问题 并要求法院接受诉讼 但是受到警方的阻扰并抓捕了几十人 公安说法院是不会受理有关的案件的 为何中共官方公布的学生死亡数字偏低 除了中共一贯撒谎的本性死然以外 中共官员正是为了掩盖贪污教育经费 修建豆腐渣校舍的罪行 从而掩盖真相了 好了 老猪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继续质问在文川大地争中 中共逃脱不了的十大疑问 好朋友们 咱们明天再见